這畫面實在有點尷尬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帶著四位大法官提名人 拜會黨團 國民黨先禮後兵 點名大法官被質疑 有意識形態 民眾黨更點出 其中被提名的尤博翔 有這個問題 他這一次還捲入了 叫說證人偽證的 這樣的一個爭議 不同於記者 怎麼問都沒有回應 尤博翔之前曾在臉書發文 說判決書的內容 已經證明了 他的無辜跟清白 但立委覺得 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證明 尤其臨時會只有一週 就要拍板決定 事實上你一週的時間 說實在搞不好 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 都還對背景的人很陌生 一定要對於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資格審查 必須要延審 剛剛寶貴的意見 我想我們四位被提名人都有很詳細的聽到 那我們也都有提供書面的資料 還有在總統府網頁上有部分的資料 四位都是一時之選 這意思似乎是意見我們聽到了 但還是得照原來的時辰進行 TVBS新聞林一傑 劉地雄偉家協生巨小組台北施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